答案又犯理問 真的喔 這就是我想要問你 妳是不是有說到什麼創相過 哈囉大家好 今天的影片有一個來賓 嗨我是Agnes 今天的影片其實我們已經重拍第二次了 因為第一次我們拍的影片 我都已經上好字幕了 然後在最後一刻我們兩個就這樣 影片不太好 所以我們再來 這樣就是很任性的把前一支影片給迪力 拜拜 重新再拍 那今天我們兩個都各準備了大概四到五個問題 然後我們等一下就要抽籤 我們就要很誠實的回答 所以今天呢是一個吃了誠實豆沙包的 很誠實的影片好不好 好的 先乾杯一下 好 你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好 確信我們為了這個影片準備了這道具 精美的小袋子 揮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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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妳說我兩個要問 我把它擦那個 好 準備 香港的深度問題 我們先把沒有深度的問題先回答 好不好 好 這邊問題是 noisip or no air cone criminal 比如說你一個月 Either no Wi-Fi or no Aircon No Wi-Fi 可以有Aircon然後看書 對 我們現在要走一個知性的路線 所以我們不能就是在Netflix了 我們要看書 看書OK 好不好 這樣我們才會有前途 所以是 No Wi-Fi No Wi-Fi 好 喔 無聊無聊 真的很無聊 會不會我也抽到自己的問題啊 最討厭什麼人 喔 我想到了 有一種人很容易踩到我的店 就是Arrogant 自己覺得自己什麼都懂 什麼都知道 然後會一直批判人家的那種人 你呢 我最討厭 是很壞心 壞心 這個 這個 很假的 就 在心底不好的人喔 等一下 等一下 小火這樣太可愛了 Sifo Hi Hi 可能他會把他放在背後 好像只會想自己 或者有些人會退色責任啊 總之 不管別人對方的感受 然後就為了自己利益著想那些人 嗯 你是不是有受到什麼創傷過啊 總之 對得不需要 看得出的如果那些人心底差 什麼意思是心底差嗎 對對對 你台灣也會講心底 心底不好 心底不紅的人 講到這個 我以前是那種很容易 跟Boris很像 我很容易一見到他 然後我就會 把很多我的事情都跟一個人說 就是我是那種很容易 跟別人好像 紅了所有意 對 後來越講越大就會發現 很多時候 我們認定的那個好朋友 可能沒有把我們認定成 一樣的那個level 所以他有可能會把我的事情跟別人講 或者是 怎麼說就是會judge我啊 或什麼的 然後到時候是我會 感覺很受傷啊 或什麼的 你有這樣的經驗嗎 有啊 真的喔 你知道我跟你 完全相反的 真的嗎 我是不會將我的東西 說給別人聽的 喔對 你好像是這種 不就是我覺得 反正我覺得有很多東西自己 自己可以消化自己解決 我喜歡聽別人的東西 嗯 今年我已經是可以 很很自在的講很多事情 Honey 希望你抽到我給你的題目 一定是你的 什麼來的 3 things you want to say to your 20 year 這麼哲學的 人生很短 千萬不要浪費時間 20歲是我大學 year year two 我大學四年不知道做會什麼 我覺得很浪費時間 應該把那些時間去做一些不同的事情 例如去旅行 或者去不同地方 去exchange 或者什麼 即是有什麼機會一定要爭取 我以前試過放棄了一個exchange機會 本來是exchange去新加坡 為什麼 因為我捨不得單身男朋友 好後悔啊 對 所以要跟當時20歲的自己說 就是人生真的很短 要把握時間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嗯 還有另一個就是 你現在遇到的一些困難 到你可能幾年之後看回 你都會覺得是好小事 所以不用太慘 不用太擔心 就是這樣 做多點運動 盡早建立這個做運動的習慣 如果不是當你年紀越大的時候 就會很難去pick up OK 3 things I like about myself and 3 things I hate myself 我自己寫的問題 我還沒有想到怎麼回答 我很喜歡我自己行動力很強 哦 我都過 對 就是我想到什麼 我就會去做什麼 就像開YouTube一樣 但我認同你一個行動力很強的 而且做事很有效率 第二個我覺得是 就是我好的情緒不好的情緒都來得很快 去得也很快 第三個我喜歡我自己的地方是 我覺得我算是一個很真的人 我今天才跟一個客戶在聊咖啡機 真的啊 就是啊受不了 我跟你說 那咖啡機真的很好用 讓人家推薦說你要買什麼摩托機 什麼我們平時都會 明明說公事的 你突然間不知道說什麼kpop啊 你不知道什麼咖啡 你不知道什麼 買東西啊 然後突然間就說了另外的東西 說了很多 我不喜歡的三個點 indecisive 蛤 你會嗎 我說你很indecisive 不是說什麼 啊我就是 把我的快樂建築在別人的意見上面 就是我耳根子很軟 那會不會有時候 你已經決定了做那件事 然後別人說 欸不好啊 那你就放棄這個臉頭 有的時候會 但是如果這是一件 我自己心裡知道說 我很想做的事情 那你就不會聽他們 對 就像我那時候要來香港工作的時候 我身邊所有的家人啊 長輩啊 朋友很多人都說 你去香港好嗎 這樣子 他們就是會給我很多的 懷疑 可是我那時候就覺得說 我就是想來 所以我還是來了 但是我像買衣服啊 買飲料啊 這種就是小東西 我就很容易別人講什麼 我就 哦是哦 然後被帶著走 我同類丟軍哦 我是 indecisive在一些重要的決定 然後一些 就比如我剛剛就很衝動買的那個 Stranger Things的LEGO 那我就 我男朋友跟我說你不要買 可是我就 一分鐘內就決定我買了 然後那時候你 在考慮要不要低職的時候 考慮超久 哦 對 對 重要的事要想很久 A message Yes This is what I want to ask you about A message to your ex 你可以選一個 其中一個 對 其實我覺得我跟我的 以前的男朋友都是那種好來好去 哦真的嗎 嗯我想到 我想問就是 以前跟你在一起的時候 我覺得自己 不成熟 令到自己錯過了一些 或者 made some mistake 但是我覺得現在的自己 成熟了 所以想跟她說 對不起 對不起 事情像這樣 我也只有一個X 所以我剛剛想說 如果我抽到這個的話 我要看他講什麼 在心裡全部人都覺得 他也很多 對 他知道是他 對 我之前聽過一句話 然後我覺得 講得很好 就是有一些人 只是在 錯的時間遇到了 對的人 時間很感應 我跟你講 像我覺得我以前男友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人 對 他的人真的很好 可是我們剛好 那個時候會分手 現在我們兩個都在 就是在一個人生的 你知道那個階段 不同的階段 然後兩個人選擇不一樣 對 所以後來就分手了 但我還是覺得跟 就是那段 就是能夠遇到一個人 然後跟你度過這段時間 是很難得的 對 我覺得分手是 剛剛你說沒有說對跟錯 只不過是 大家在對方的生命中 留下一些 那些什麼 軌跡 好文青 好文青 就算你有不好的記憶 你也會有好的記憶 就是生命裡面的經歷 可能有那些經歷才會有現在的自己 感謝他們出現在我們的生命中 感謝每一個出現在我們生命中的人 好 哈囉 One thing 喔這個 One thing I wish I have done 好 這個我一定有想法了 嗯 我呢 我之前有一個夢想 就是我想要當 音樂劇的演員 然後那個時候 我媽其實有問我說 還是你要去上那種戲劇課啊 或是什麼你知道 就是訓練的那種 然後我就 就不知道為什麼 就覺得不要 但現在想起來會覺得 啊如果那時候 如果我有去做這個事情 我現在會不會 那你現在的人生肯定完全不一樣 應該說 如果我那時候 有去嘗試了這個東西 就算我之後沒有做 就是走這一條路 可是我還是覺得啊 那時候我試過了 你知道嗎 你可以自己拍個影片 你自己喜歡 你自己喜歡 好瘋子 在我們拍片的 中途 小朋友 就很多人回家 所以現在就很多人 在這裡走來走去 看著我們拍片 What's up 所以有一點點 影響到我們拍片 What's up 所以太多人了 在這裡走來走去 不停地走來走去 但我們又要 很high的 拍攝自己的影片 就好像訪問他們不存在 我真的很少在拍片的時候 旁邊也有人 對 好尷尬喔 好多人真的很尷尬 真的很尷尬 真的很尷尬 好 那你們怎樣 怎樣溝通 請問 手語 OK 因為人的腦電波 人為什麼要說話 人是退化了 其實人可以用靠頻度去溝通 其實說話也用靠頻度來的 嗯 但聽聽 你們試試這條影片 不要說話 我是你們的心靈導師 聽著我說話 真的 其實人與人之間 說話也比較有聲音 其實呢 聲音是一種評論 其實人呢 可以用聲音這條評論 用其他評論跟我們溝通 你試試兩個互相對我 敢不敢說話 你知道嗎 看著想什麼嗎 看著想 下一個 這個好像是你的問題 人生中最尷尬的事 我的字寫錯了 我人生中最尷尬的就是 剛剛跟伊岩在一起的第一個禮拜 然後他就畢業了嘛 所以他爸媽就從加拿大去開車去加州 去他的畢業典禮 然後呢那天晚上 跟他在一起 一個禮拜 就已經見他的 爸爸媽媽 其實是第三天 我們在一起的第三天 我就見他父母 真的 我會見父母呢 還不是最尷尬的事情 最尷尬的是 那時候我在幹嘛 我在教瑜伽 然後他把他爸帶來上我的瑜伽課 所以你在美國有教瑜伽 有 教過大概四個月吧 我有去考那個證照 你現在也有 啊 technically有啊 原來你是瑜伽老師 老師 所以你在香港 你現在也可以去開班去教 其實應該可以吧 反正那時候真的很尷尬 我就上課 我想說 真的耶 你好 來 這是我本來想問你的 我也有這個問題耶 最近一次哭是什麼時候 最近一次後 我最近一次哭呢 好像是昨天吧 昨天晚上 可是我是因為看劇哭的 我是看那個實習生葛雷 然後裡面就有一些那種 要跟親人說再見的啊 然後我就去看 然後覺得天啊 有的時候哭 你不是單純的因為劇情而哭 現在可能 你看了這個東西 然後你自己心情澎湃 就沒有那麼好的時候 就會 原來像是開的那個開關 然後你就會 就是心情會很差 就一直哭 對 我想起了 也是看影片看到哭 可是我是看那個 波羅斯的影片 蛤 哪一個啊 波羅斯的影片 就 啊那個 家人的那個對不對 對對對 然後 他那個影片裡面有 然後有 Jonas的心底畫 然後我看到他哭 就有眼淚在眼裡 我覺得你講 所以下位子 在做我弟弟會大哭 真的嗎 哭必哭啊 又不是我弟 對啊 感覺好像你有弟弟 沒有我就是看到 Jonas哭 到這樣我就 就想哭 看到哭爆 但是我覺得很好笑 好像那些韓國那些催淚兄弟情 那些劇 好 這個 我想要 就是很想知道 來香港生活最艱難的事 最討厭的事 最困難的一定是 語言 喔 尤其是 你為什麼突然變小聲 你為什麼突然變小聲 我都會覺得他們很小 因為我們的工作 不是要常常跟人家講話嗎 然後有的時候 因為語言的關係 真的沒有辦法跟對方溝通 或者是對方會呈現出一種 我不想跟你講話 的時候 就是會覺得 有人會很 這樣子嗎 應該說我覺得在香港呢 雖然中文英文都可以通 可是廣東話畢竟還是大部分人講的語言 而且 因為各式各樣的原因 你有時候講普通話 他們會 就是 你知道嗎 我的工作 平常常跟人家溝通嘛 可是遇到那種對方 沒辦法跟我溝通的時候 就覺得 一部分是會覺得 很挫折 另外一部分是會很氣自己 說為什麼 然後沒有 沒有 pick up這樣 可是廣東話好難學 真的很難 想起來 我遇過一個客戶他 打電話來 其實也不是真的發生了什麼事情 可是他那天就 可能心情也很差吧 但是一來 然後就 電話他就會說 我現在沒有要跟你講普通話 我也沒有要跟你講英文 然後 我現在就是要什麼什麼什麼這樣 就是他那天 可能他自己遇到了什麼不好的事情 然後 那他那天心情應該都很差 對 可能他應該被人撈 那就是遇到這種事情 就會覺得 哇 哇 那你聽到的時候 你的心情是怎樣 我覺得 What the fuck 對 當下聽到是些很就是錯愕 想說 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你語言不同的話 其實很 你會覺得自己 也不屬於這裡 你懂嗎 我們今天大家總共回答了 有十幾個問題吧 嗯 其實就是 非常casual的跟大家 聊一下 然後現在的狀況呢 有點 非常的尷尬 因為旁邊 有很多人 我們等一下可以去你房間拍嗎 可以 好 See you 請到這集 後來 請到這集 這集